今年因為南門路兩棟小葉藍人比紅苔吹得 責任民眾受傷 也突然該路段行得出潛在安全的風險 所以甘孟教經過專家檢查 確定該路段有十棟不適合小葉藍人行動 在一盒建協派鋼遺毒 只保留一棟在該省生有環境以後 不保證更拿出 以南門路為例的話 它有十棵行動樹的話經過我們檢驗 就是大概只有一棵樹勢比較好 所以我們就擴大樹勢改良它的棲地 其他九棵樹勢不好的話 我們會做移除 考量有一些在路口或是在消防栓的部分 我們就不再補中 有三個地方我們適合補中 我們會補中光蠟樹 為了甘孟教經德處理為好 甘孟教也擴大辦理健康檢查 今年都將各位到達五百萬來進行 大台南五千棟行動樹的檢查 不過其實檢查以後因為行動環境太多 沒辦法拆盡甚至出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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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陸中民生的進行 廖市府漏漏漏漏漏漏漏的專民體檢 來維護應路人安全 台新聞觀止蔡宏博德 Storyigo 製造 人 後 最後 製造 壯 製造